我们来看总统马英九跟夫人周美清率团出访邦交国范蒂冈 要亲和新任教宗方济就职 亲和团已经抵达了 而以总统身份第一次踏上了教廷 就获得了高规格待遇 不但停留的时间没有限制 还会跟新任教宗见面会谈 而很少在镜头前一起曝光的夫人周美清 这一回呢也陪着马总统一起跟随团的记者韩轩 甚至主动的问媒体记者说 要不要帮忙拿那一颗风 是他上欧洲唯一的邦交国教廷 两位大理官亲自来迎接马总统跟夫人周美清 意大利政府更给了他元首级的礼遇通关 访问教廷期间所有的行程跟待遇都是最高规格 这次教廷特别表示 我在教廷在意大利停留的时间 没有任何限制 明天有机会觐见教宗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把这一些我国跟教廷 以及我国跟阿根廷教会之间的关系 来做一个提提 跟教宗会面的机会就安排在就职弥撒之后 连要谈的话题都已经做好准备 能够顺利访问教廷 马总统真的很兴奋 不过在出发之前为了低调保密 完全封锁消息 甚至连随团的媒体都破天荒的用指定方式 引起国内极大的争议 虽然最后临时开放随行采访 不过他还是亲自说声保签 这次因为准备出访的时机 非常的紧凑 一方面我们要保密 二方面也要顾及到 我们国内新闻媒体采访的需要 所以在有一些协调的作业上 做得不尽妥善 对媒体朋友也许有照顾不周的地方 我们要特别的在这里向大家致意 表示歉意 不但马总统亲自道歉 陪同出访的夫人周美清 也一起来跟媒体握手寒暄 甚至还主动要帮记者拿麦克风 因为之前李安导演 给你吃饭的时候 我们说 更亲自掏腰包 买了甜点黑森林蛋糕 请所有专机上的成员 拉近跟大家的距离 可以跟夫人一起出来先进 对 很棒啊 难得 难得 好啦 谢谢大家啦 辛苦了 赶快睡觉吧 不改低调沉默的个性 夫人周美清宁愿站在一旁 不喜欢面对媒体的态度 就算到了国外 还是始终如一 马总统抗力率领了 清贺团一下飞机之后 立刻就受到非邦交国 意大利政府最高规格的接待 不但有礼于通关 而且沿路他的坐车都有警车开到 就是元首级的大狱 以上是民事新闻 参蒙玉 参明镇 在意大利罗马的采访报导